欢迎收看关键时刻 现在在惊吓海域的冲突态势 看起来有身高的态势 这样不是谈到是 我们的海巡署的船只跟中国渔船 可能有撞击 撞击了以后造成对方翻覆 翻覆了以后两条的人命 我们现在还在谈判当中 可是中国却一直拉高 这个地区的紧张态势 现在他们还把他们的 很多的海系船 很多的船只派到这个地方来 最引人注目 就是你看到这个两两洞两 它是一个飞弹驱逐舰 所改装的海洋的海警船 这个本来上面它是有飞弹的 上面是有重大的火力的 它现在把这个大型的船只 放到京下的海域 甚至他们的宣传影片 还用台语对金门来放话 甚至他们从整个甲板上 可以清楚地看到了金门的本岛 而这个紧张的态势看起来 是一直在维持的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金门递检术 今天也在查这个所谓的市政 查这个市政 也好想 的确 这一艘渔船的左船 有明显的撞击痕迹 这是一个新市政 如果左船真的有撞击痕迹 那是不是真的 我们的海巡署的船只 去撞击人家 而不是 如果你是头撞到 那可能你来冲撞我 如果是尾巴撞到 是不是我们撞人家 他说 这个可能是朝过失至死来争败 当然现在因为出来以后群情激奋 他说没有 至朝有没有过失至死的这个方向去承办 对不对啊 董事长 今天传在我们身上 今天做这个动作 不就很不利于我们的海巡署了吗 不是不利于我们海巡署 我现在请问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就是我们现在海巡署依法执行任务 对 结果去假设 就是我们看我们的认知是冲撞 对 把那个小船给撞翻了 然后他有不幸溺斃两人 这个事情就是执行任务过程中的事件 对不对 执行公务 执行公务啊 如果说变成按照新门地检署 讲的过失至死 不管是什么可能不可能啊 往这个方向去侦办的话 那我请问你 那这个海巡署的船上的所有的官兵 是不是变成这个过失至死的行为人 那会怎样 他判刑的啊 你搞什么名堂啊 过失至死的行为人会判刑 那当然要判刑 他过失至死不判刑啊 对不对 这个毛病大了 这个事情大条了 这第一个问题嘛 被我海巡署的官兵 在我们的海域执行 我们的国家给我们的公务 然后搞成一个过失至死出来 那不是开玩笑吗 不是 而且我觉得 管毕临讲的很有趣啊 他说如果是过失至死 那就不是故意 那不是一样吗 这个我跟你讲 先不要去谈管妈 管妈在这个事情里面 荒腔走板 完全乱七八糟一大堆了 我现在讲的一个概念 我现在讲的 大家要搞清楚 好 第二件事情 他怎么金门地检署 凭什么有资格 可以来谈这个什么过失至死的方向来侦办 金门地检署没有资格 他批他这什么资格 现在的情况 动辄得救 五艘航空母舰在西太平洋 对 他的两两洞洞的这个 两两洞两 两两洞两的这个 他的海警局的巡逻船 对 在我们的金马海域已经出现了 双方这个台两岸在这个金马海域里面的这个对峙 跟整个恶意螺旋不断的上升 有可能新的一触即发跟插枪走火 对 那这个情况之下 你金门地检署搞这个东西出来 你认为是他自己想到的吗 不是吗 当然不可能嘛 这个已经是国际政治了嘛 他讲说 今天金门地检署检查长 终视于青上火线启动侦查手续 终视于核展人业 他是我们现在检查总长的 这个是邢泰招的爱将 对 那我怎么会这个案子 一般侦查案件就是检察官去办就可以了 怎么会有检察长发表什么言论干什么呢 所以我现在很简单 因为这件事情已经高度政治化 而且高度两岸政治化 而且再讲坦白一点 高度国际政治化嘛 国际政治化 现在美方就一个方向 美方 美方进来了 当然是美方嘛 航空母舰单又不是美方 他不然来干嘛 航空母舰来了 就怕你就是让你很简单 就是请你往下洗火 不能有任何身高的态势 对不对 包括我们的赖清德主席 不是讲了吗 不要再发声了 不要再发声了嘛 都在往这个 空档 往冷却的方向进行嘛 往冷却方向进行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讲难听一点 就是台湾要吞论 台湾要吞下来 台湾要赔钱 台湾要认错 台湾要盗窃 这个事情就能够忍气吞声 可以不想办 我们的海巡署 在我们的 以前不要什么 以前进到我们的海域里面 我们还用武林机场驱逐 是啊 所以我就讲 就是很简单 一个日常性的任务而已 为什么要搞到金明地监署 有这个方向 过失致死 这个方向出来 是不是打击我们的士气 而且跟我们的法律 直接冲突 挑战我们的法律 为什么有这个事情出来 为什么 这个是一个道理嘛 就是要台湾吞了嘛 要台湾吃鳖嘛 要台湾放弃 有对视的可能性 要台湾降低这个温度嘛 那是谁要我们降低温度 美国 当然是美方 叫我们降低温度 那这个事情 到今天为止 我问你一个很怪异的事情 你有没有看到 国安会一直没有开 总统都没讲话 总统为什么不讲话 很简单嘛 这个主导权 已经不在台湾了嘛 这个主导权 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是中美台三方在交涉嘛 中美台三方交涉的情况之下 拜登吓死了 搞到他民调掉怎么办 对 搞到他真的干起来怎么办 所以他很简单 他只能 拜登整个照得住 只能照得住台湾嘛 老美吃定台湾了嘛 所以台湾吃鳖 台湾认了嘛 抗中保台 你不要再跟我保台了嘛 你就开着吃鳖赔钱了事嘛 所以我们海巡署跟他昨天已经谈了八次了嘛 完全没有结果嘛 那我请问你 那检方确定过失致死这个方向 是不是在帮助海巡署的谈判 做民事赔偿的基础嘛 就简单的道理啊 就我们检方也在往认错的方向走嘛 所以要有一个法律基础 我才赔得出钱 对 海巡署他要找理由 谈八次 谈八百次也没有用啊 对不对 那个法律基础就是颠倒黑白的法律基础啊 就是故意把一个我们做得对的事情 讲成错的事情 然后我们忍气吞声 就是小国的悲哀嘛 你台湾是个小岛小国 你得罪不起中共这个流氓 对 那怎么办 赔钱了事啊 看你其实也不是讲吗 在我们的海域里面 我就算除了人命 那也就是兵凶在围啊 兵凶在围 你看我们国防部长怎么讲 国防部长是海巡署的事情 跟我们国军无关嘛 国防部长是不是这样讲呢 对 对不对 他说国防部长讲了一大堆废话 只有一个讲法 还跟我讲同岛一命 对 同岛一命 可是不跟国军无关 那是海巡署的事情 推得干干净净 然后另外一个消息放出来了嘛 什么消息 他要退休了 退休了 你退休可不可以往三个月讲 你现在这时候要打仗 你要退休 再干这个事情 但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很简单 只有一个概念 就是美国人在指挥这个事情 告诉你台湾不能闹事 这个事情要解决掉 要给我降温解决掉 然后中方也不能闹事 所以真正的谈判 不是你看到的海巡跟家属在谈判 真正的谈判 是美方这边在谈判 美方在介入跟中美 等一下 美方就变成那个江湖仲裁者 不是 他是赔钱鸟事 就跟车祸嘛 车祸 你的法官要判车祸怎么判 你知道吗 大车 放在摩托车 先判大车有罪 不要问理由 你大车车 你车车大车 你车轮好死 你有后解吗 先问你有没有和解 你和解了 好 就判你这个轻判 你没和解 没和解关起来 中判 可吓死了 所以他就很简单 就要你和解 要台湾赔钱了事 但赔钱了事还认错啊 所以他用司法来叫你 告诉你认错 他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大家在文字上怎么处理 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我刚才再重复一点 现在我高度的判断 我高度的怀疑 这个事情是美方直接 不然你根本不用过失致 只要讲 我是执行公务啊 对 可是我跟你讲 在国际政治 什么叫你的公务 你公务 他公务 我公务 我告诉你 拳头大的人执行公务 美国拳头最大 美国到阿富汗 有没有执行公务 有 你就去了吗 去了 打了 什么样 枪就打你头上 你怎样 对 拳头大 枪大 炮大的人才有话语权 拳头是真理 当然是这样子 台湾有什么配用 最近传出一大堆怪消息 什么怪消息 包括国安团队 是不是要留任一年 对不对 包括 陈建仁要不要继续任 是不是继续再干一年 这都是兵凶战围 后面所产生的一些现象 这表示很简单 所以你说 你看事情 是把传闻 赖心得拜托蔡英文 再让陈建仁 多留一段时间 跟经文这件事情 你是窜起来看的 告诉你 赖心得你照不住 你就乖乖地让我蔡英文 再辅导你一年 你这个俄皇帝 我再继续帮你忙 就那么简单 你赖心得小 赖心得伸手 没有办法上路嘛 所以国安会不用开了 讲简单一点 搞不好就是这个AIT处长 直接就到总统府 就拿了条纸 今天的团判是这个 就照这个干 真的假的 他就开始打电话 就告诉你 这个你就给我过失致死 这些通通叫做国际政治 国际政治叫做强权政治 没有讲道理的 只有讲拳头大小 好 瑞德 今天你说 用过失致死争办 当然非常怪 你说后来当然改了 是从有没有过失致死 可是我是执行公务 执行公务 有所谓的过失致死的问题吗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呢 那么现在金门地检署 到底是不是朝过失致死 还不知道 但是问题是 因为已经有两条人命了嘛 有两个人死亡了嘛 那不管他们 这个到底 进入我们金门的 这个限制性的海域呢 做什么事的 你入侵了以后呢 我们追逐 然后你翻船 最后死亡 所以金门地检署 一定要针对这个部分呢 出了两条人命的部分 去这个了解 到底怎么回事 这就是为什么两个人的遗体 不能交给家属 要解剖后 然后包括这个船只呢 把它当作证物查扣 也不能花缓的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嘛 那么但是呢 那么现在重点在于说 所谓的过失致死的 过程当中 好像会觉得 好像动辄得救 对啊 现在有个说法 可是你过失致 不代表我有过失吗 保洁问了好 现在重点在于说 你的船只 海巡署的船只 有没有去撞到这个 中国的这个船只 对啊 谁说撞到船只 就是有没有故意 或是过失的一个依据啊 为什么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海巡署的 相关的这个驱离呢 动辄得救 没有人要当海巡署的 这个官兵了 你知道为什么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第42条的第四项里面规定 针对入侵我国水域 包括台湾跟地道哦 入侵我国的禁制 跟限制性的水域 进来了以后 我可以先警告你 警告分成很多种方式 包括广播 然后也包括开枪 你知道吗 我包括开枪哦 开枪警告 如果开枪警告 警告无效的以后呢 我可以直接射击你的船只 并强制停航 如果有敌对的相关的行为 比如说撞我们海巡署的船 对不对 直接可以击沉啊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里面就直接规定 可以对空鸣枪 可以朝船体射击 甚至可以直接把你的船给击沉 我们法律都有规定啊 各位 那么这次因为谈判 今天到进入第九阶段的 这个谈判嘛 第九次的谈判嘛 那么他们要求什么 要这个赔偿 然后要道歉 要逞凶之类的 所以谈不拢嘛 那么事实上呢 难道一定要谈判吗 我告诉各位 1991年 现在是海巡署 1991年当时是 海龙挖兵的时代 当然你要知道 那时候发生什么事 那时候呢 直接入侵到我们金门的 限制性的禁止水域呢 里面捕鱼一个半小时 结果直接开 直接发两次 发两个炮弹 砰下去 人死 然后传烂 就是这样子 当时也要求啊 当时中共国台办 也要求我们逞凶 道歉 赔偿嘛 最后把整个雷达调出来 证实是他们入侵到我们 相关的禁止限制性水域嘛 而且呢 我们的炮弹不是针对他们的 很可能 掉下来过来 然后把它砸掉了 所以造成他们的相关的 这个船长死亡嘛 我们一毛不赔 但有什么情况下 你可以赔赔偿啊 有发生过 是什么 因为你还真的是过失 1994年 小金门的阿兵哥 他在炮击 炮击的时候 那么40高炮 结果他的仰角 因为调整了度式角度的问题啊 炮61发 打到厦门去了 打到厦门去了 当时江泽民人在海外还说 台湾为什么对我们开炮啊 你知道吗 打到厦门去了以后 造成房子给人家砸烂了 然后四个人受伤 所有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这个是什么 炮声为什么朝向这个对外的厦门啊 直接打过去了以后呢 这时候我们拼了 怎么办 只好最后赔钱道歉了事啊 这没有办法 那这件事呢 那这件事情不一样 这件事情是他亲门踏悟进来 因为他违法在先嘛 所以只有一个可能性 什么可能性 除非你海巡人员 说谎 当时海巡小艇上面 这艘海巡小艇是9公尺 那么那艘有双引擎的这个 等于说三五船啊 它是12公尺 问题就在于 除非是你们说谎 我觉得海巡署跟海委会 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没有处理好 你应该在第一时间 把所有的真相全部都公布 包括有碰撞插中的事情嘛 包括你说来不及 这个等于说 用这个相关的人工的方式 给他录影嘛 你这些应该在第一时间 就应该说清楚讲明白嘛 不要人家说什么 有没有密录器 有没有录影带 就有你说都没有 你说都没有 但是不违反我们咨询 没有错 都没有的情况下 也一样可以进行 这个主要司法的相关的审理嘛 过去海巡跟海龙蛙兵 他们都是这样处理的 可是我就不懂 是在接管必领讲说 过失证实 就代表我不是故意的 那你过失证实不是故意 那不代表你真的有过失吗 我真的觉得海委会的主委 管必领 任何的发言都必须要慎重 为什么呢 他今天也发了一个 鼓励海巡署人员的嘛 我们不应该在这件事情 那么是苛哲跟这个 等说去指责 那个辛苦的老虎公拗 待在第一线的海巡人员 根本就是主帅无能 累死三军的 我告诉你 乌丘 高登都曾经被四五百艘的铁壳船 中共的铁壳船船船船船包围 只要有几艘这样架着 武林机枪的海龙蛙兵出去 全部赶光 你知道吗 当时是因为强势执法嘛 那现在 那么这件事情 重点就是查清楚 说明白 让真相能够浮现 不要搞到最后 弄了一个人道为温金给了钱的方式 灰头土脸的道歉 那人家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我们海巡人员不对呢 好 玉佛 这个到底会怎样 对 而且我们刚才讲 中国两两洞两都来了 对 两两洞两来的话 其实真的是 双方这个冲突可能越来越高 可是呢这件事情为什么突然之间插进来 好像金门递检署讲话了 周世瑜是谁 你觉得刚刚吴董讲的 金门递检署本身在这个时候讲话 而且是用过失致死 这中间就充满了政治味道 对 从头到尾 其实叫吴董讲的 你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两岸的这个恶意螺旋 如果不但的堆叠上来的话 是会出事的 你过安会有没有开会 好像没有 小英总统有没有出来讲话 好像没有 但是这件事情感觉上这个定调 今天这个方向切去哪里 切到了金门递检署 金门递检署检察长是谁 是周世瑜 周世瑜以前是谁 以前是台北地检署的香岳主任检察官 然后呢 他去哪里 他去了高检署 就高检署应该回来台北地检署 但后来他直接跳起 他去了一个神秘的单位 国安局 所以他是去过国安局的 周世瑜去过国安局 他那个时候去国安局担任的一个处长的一个角色 如果对比的话 少将 所以呢你去国安局不是说 我今天神神宅宝教哥你很悠久 那你去国安局 国安局是要查你的身家的 祖宗八代都查过 祖宗八代的 所以周世瑜为什么这件事情亲上火线 因为他是陈锋可以信任的人 他去过国安局 对 而且他是受过终成考核的 大家不要觉得终成考核好像很简单 很多人是过不了终成考核这一关的 不是你的问题 你太太的问题 你小孩的问题 你爸爸妈妈的意思 祖宗八代的问题 所以呢今天来讲的话 为什么今天感觉上大家突然碰一声 你执行跟什么过失伤知识 原本有什么关系 然后再加上 管妈今天讲这事情 她今天讲说过失就表示不是故意的 那不就是有吗 所以今天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管碧琳今天讲这个干什么 对 所以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说管碧琳到底在干什么 然后讲完这句话就是 过失不是故意的 自己不做朋友论断就跑了 对 但是他的重点就是说 过失就表示不是故意的 那就代表说 有过失了哦 有真的发现这个事情了哦 所以呢 其实管碧琳 他管妈这个主委真的是 不要再讲话了 因为从一开始的时候 他告诉大家说 没有任何的问题 然后呢 再说有碰撞 还说是什么 第三责任险就代表有碰撞 可以这样比了吗 我们海巡在直访 你以为是 骑手机和U-bike撞到吗 然后到时候告诉大家 过失就表示不是故意的 他的经验就是手机啊 对 因为这个东西来讲 他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但是他这句话讲下来的话 其实海巡告诉我们说 他们心都死了 你这意思就代表说 你要把这四个人推出去了吗 你工务人员要打这个官司 是非常痛苦的 你被起诉之后 你只能领底薪 公务人员很多都是家籍 很多都是其他的一个津贴 领底薪 那你今天一个主委 你告诉大家说 過失就表示不是故意的 你後面的話就是說 那就是有這個過失囉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哇那這四個人 未來我覺得我不敢想像 你想想看 你要在遞檢署 然後起訴之後呢 你要打這個 你說在調查期間都很難過 對 都很難過 然後你要打這個官司 然後你被起訴之後 你就要停職 你的家裡的經濟狀況要怎麼樣 所以今天來講的話 不是說我們想辦法找個台階下 對這四個人來講 這是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 而且今天我們看到 鏡頭看也就是很多媒體的報導 才知道說 金門跟馬祖都是我們的第一線 這個地方真的是兵兇戰危 這個地方海巡署我們剛剛講 國軍我從邱國正的表現上 那是咖哩紅子做好看的 真是在第一線 維護我們海疆是我們的海巡署 可是搞了半天 我們的海巡署金門喔 金門馬祖的海巡署 要設備沒設備 要資源沒資源 要人員沒人員 對現在來講的話 海巡署的同仁真的是非常的可憐 他們是第一線執勤的 然後邱國正不是講說 我們不介入 B站是最高指導原則嗎 然後同島移民 對現在海巡署炸鍋 他說我們站在第一線 你需要的時候說我們是第二海軍 現在來講出事了 你跟我們切割 我們又變成第一線 打包 對然後你打包走人 他說多辛苦 我們先看一下喔 其實越界 非法越界大陸船的話 其實是非常多啦 最近這幾年大概都是1000多 可是呢你看喔 1000多 1290 1170 1790 1270 1110 這個是我們來驅離的 可是我們有沒有能力扣住他們嗎 你看都是個位數 一年抓了6艘 5艘 還有1艘 2艘的 其實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啊 但是你現在邱國正講這個話 其實真的讓他們切心了 那以後第一線 布蘭尼海軍你自己來 對啊 因為他們一直 沒事的時候一直告訴大家 海軍保護海巡 海巡保護漁民 那現在我們保護漁民呼籲 出事了 你又讓人說 你又說你避戰 我OK 我去保護漁民 就我想說海巡在我的後盾 我一碗回碳 海巡跑光光了 跑掉了 然後洞洞兩洞來了 所以這來講的話 你叫海巡要怎麼繼續的來嘗試執行 好 但跟他講 他們真的要什麼設備都沒有嗎 其實他們 其實海巡裡面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們買了這些裝備 可是買了這些裝備之後呢 東西都沒有好好的去調整 你看喔 金門澎湖這邊的話 有398個人 但是卻只有204個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51.26 兩個人才一個 邊裝率只有51 對 但是重點就是你北部分數 你中部分數都是OVA的啊 一個有102% 有一個148% 你是怎樣 你後面的 拆 拆 拆拆 你又打拆 照一講 你現在 我們講 東沙南沙也越來越重要 東沙南沙只有23% 金門馬祖澎湖只有51% 而且我覺得 如果你把澎湖拿掉 搞不好更低了 對 所以來講的話 你要Pay都要Pay給人家 所以你現在來講 這些東西 你不Pay給他 然後呢 欸 竟然還有OVA的 你OVA幹嘛 我要一直一個人扣兩個嗎 所以搞到都這樣 我覺得不知道怎麼辦 好 其實他們在執行的時候 其實也是非常的辛苦 因為在過去來講的話 曾經發生過很多次 你我們要去登船嘛 你碰到之後 我們要登船 結果上去之後呢 他們漁工隨手就 拿著狼牙棒 就滑下去了 所以我們當時有兩個 這個海巡署的人員 上船以後 雙腳粉碎性骨折 對 所以這都是很大的風險 甚至呢 我們還被人家載走了 被人家載走了 我們一路追耶 追到最後呢 是在港口才 才把他放回來 所以呢 其實我們第一艦海巡 真的非常辛苦 一不 一不小心 就容易發生事故 會者 你說這一次 我們跟著 我們的海巡署 跟對方的漁船 這個撞擊 等於是把一個 雙方不能說的秘密 或把一個黑部給掀開 我先看來知道說 原來為什麼搞這個 山巫的船 山巫的船就是 這些人根本就是 亡命之徒 亡命之徒 我們我們的漁民 或是我們的這個 他會做一些 暗制的漁網 他們來幹嘛 他為什麼要山巫 他來了以後 就把漁網的漁撈走了 我辛辛苦苦 做鵝啊了 我辛辛苦苦 去做捕魚啊 結果做的定磁網 就把我撈走了 然後呢 現在 他才為什麼 他要跟你衝撞 因為他在兩岸 都是非法的 是 保證哥 其實這一次 發生事件的這艘船 他不是漁船 他是快艇 所以通常 就他們相關的去評估 他說他應該不是捕魚的 他甚至有可能是走私的 所謂的山漁船 走私的 對 所以山漁船 事實上在中國本身 他們就應該要取締 這樣的船 因為在中國也是非法的 也是非法的 所以現在是一艘 中國本身 就是非法的船 越界來台灣 進行你到底是走私 還是進行捕魚 不知道 反正你所從事的行為 就是違法的行為 我們依法來取締 我們依法來執法 在過程之中 發生這件事情 你就把它想成 今天有人來 跑到你家來偷東西 結果你發現 你就要賣 他啦賣照 結果他就摔死了 那你說這個摔死的過程裡面 到底是應該算是誰的責任呢 所以我覺得 現在非常荒謬的一件事情是 包括 現在你看喔 我們的政府 一直把它定調成是 金門地檢署 去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當你是金門地檢署 去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已經把它定調是 所謂的漁權的一個爭議 但是如果他是假漁民 所謂的真名兵事件呢 如果他是一個 所謂的故意要藉由這種方式 來探食 來故意來把你的整個 內台灣跟中國的海峽問題 變成是內海爭議的問題呢 台灣這邊 難道可以靠一個 金門地檢署 就可以解決掉了嗎 而且更荒謬的一件事情是 他說他是漁民 你難道有什麼辦法 證明他就是漁民 就你人就放走了耶 所以我就覺得 你放走很怪嗎 超級怪的 你現在 不應該放走嗎 我覺得完全整件事情 到底是他是走私船 他是漁船 還是他是假漁民 真民兵的一種 進行相關政治任務的事件 都不知道 你說這個很少嗎 其實在西菲律賓 他們去年年底才發生 130幾艘所謂的民兵船 然後再跟他們進行相關的漁權 漁權上的一個相關的爭議 所以我的意思是 現在我們的政府 對於類似的事件 沒有任何分別 只都說 啊那就有金門地檢署去處理 從頭到尾去排除掉 他有可能是所謂的假漁民 真民兵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這個 非常荒腔走板的 第二件事情 這件事情 不是現在才開始耶 保潔哥 早在2017年天下 他們就做了一篇報導 這篇報導主要原因 就是在講到說 越來越多的中國漁船越界 而且越界是幾乎 每天照啥等在越界 然後就拍下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越界是海峽中線 對 已經到了海峽 他是台灣的記者 就坐著台灣的漁船 到外面去 他說已經只有八九海里 竟然就拍到 中國的漁船 在那邊非法捕魚 就那個漁民 那個船長還跟國政說 六塊錢 他們就拍下那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什麼 是那個漁民 惡狠狠的 站在甲板上 然後就盯著你 他就看著你 這個是漁民 對是漁民 超壯的 而且他就惡狠狠的看著你 他看著你的意思是什麼 我就在這邊 不然你要怎麼樣 所以他們馬上就通報海群署過來 但海群署過來 當然他們就走了 結果後來他們這個漁民就說 這種類似的事件 這不生沒局 然後人家就說 那海群署有什麼幫忙 他說有什麼幫忙 這整件事情不斷炒上去之後 這個報導一出來之後 據說我們的總統府 我們最高的單位 出面跟媒體講說 這個新聞 你們可不可以不要大肆報導 你們可不可以就是 不要過度去放作重 在台灣處理方面 那你想說 為什麼這很重要 這對台灣漁民的一個漁權 青門塔 對 青門塔這麼重要 而且我們海群署 去執行這個東西 是很努力 而且很辛苦的 為什麼不要大肆報導 來去宣揚一下我們國威 不好意思 因為這件事情非常難處理 所以換句話說 這種情況已經是從2017年到現在 台灣政府上下不願意去講透了一個秘密 而這個秘密就是什麼 事實上我們根本沒有做好準備 今天事實上包括像日本 像韓國 像印尼 他們對於中國的漁船 越界來補漁市 他們直接是開炮的 然後呢 如果是以美國來講 你進到它200海里內 它是直接也是可以開炮的 那今天你敢開炮嗎 如果你不敢開炮 那你不敢捍衛你的漁權 你不敢捍衛你的漁權 變成主權陣營的時候 我們怎麼能相信 你這個政府是敢開炮 來捍衛我們自己的安全呢 好 董事長 另外 今天管兵力已經到了立法院 到了立法院 包括你說 我是外航人 我沒有感覺到那種恐怖 你說這很恐怖是 中國企圖把釣魚台模式 帶到京夏水域 昨天一艘海監船 來到禁止水域 四艘海警船 來到限止水域 你說如果海監船來就問題大了 這裡面有兩個部分要解讀的 第一個就是說 管兵力講得很清楚 中國企圖把釣魚台模式 帶到京夏水域 那釣魚台模式是什麼模式 是什麼模式 我們等一下來解釋 但現在再講 第二句話 它講得說 有一艘海監船來到禁止水域 什麼叫禁止水域 然後另外就是叫做限制水域 我先把這個禁止水域跟限制水域做個說明 我們的禁止水域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 我們領海基線 十二海底這個範圍內 叫做禁止水域 領海基線算起十二海底 這是我們的領海 對 然後這個叫做限制 這個是禁止 根本不能進來 因為進來就是進到我們領海 這是概念這個概念 然後另外一個限制 什麼叫限制水域 就是從十二海底算起 向外再推 就二十四海底 二十四海底的時候 那個叫做限制 那個是就驅離就可以了 那如果進到十二海底的話 我們應該可以要 可以要射擊要攻擊要其他的做法 所以這個是有兩個區分 所以那這一次的 中國這艘船已經進到了我們的限制 進到我們的禁止海域 對 也是進到我們十二海底了 進到十二海底 0.86海底 所以我們驅離它 或是逮捕它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進到我們領海了 對 可是金門的 金下海域的算法 它不是用領海基線算法 它是用邊線的算法 它另外有一個模式的算法 那雙方都有默契 就是台海雙 就是台灣金下 金門跟廈門的 這個海上的這個管理 都有一個模式存在 所以剛剛把這個 所謂的限制跟禁止 好 我們剛剛看到一句話 它有一句話 它說海間船進到禁止海域 什麼叫海間船 它有兩個機構 一個叫做海間船 一個叫海警船 一個海警船是屬於中國的武警部隊 那是說海上執法 就警察 講簡單一點 海間船是屬於中國國務院的海洋總局 那是專門在對海洋支援的全套管理 包括什麼 主權 它的海間船 就來主權了 是有主權意味 那天王宏威講說 真的有一個中國海間船 八棟二九 八棟兩九 這個海間船真的有進到我們的金門水域 我們的金門水域是用3556快艇 用無線電 辦 辦很妙 辦航65分鐘 那個我不能去離 你來哪裡 我跟你在哪裡 在你旁邊 賠了65分鐘 他也要講清楚 他進到我們的禁止海域 是進到我們的十二海裡了 我們只敢辦航 辦航 辦航 就是我們不敢去離啊 然後你看到那個管閉林講法更好玩 管閉林講好就是用常態化印刺 用廣播希望他離開 希望 希望 我們這是希望他離開 他不離開 十二海裡跟二十四海裡的概念 海間跟海景大家都聽懂了對不對 來 關鍵問題來了 他說用釣魚台模式 什麼叫釣魚台模式 釣魚台模式就是以釣魚台為中心點 日本 台灣跟中國都宣稱是有主權對不對 都有我們的海上主權 我們比較弱勢一點 我們比較沒有人力派船去做 我們只敢去擦擦國旗啊 然後在日本很強勢啊 日本的這個海上的監察能力 警察能力很強啊 所以經常日本跟海監船 他為什麼要搞個大船出來 就在海上有起很多衝突 他們也是直接撞擊 當然是 他不是用噴水 不是用噴水嗎 噴水噴過來用水槍互相攻擊嗎 不是有過嗎 水炮 所以他用水炮 然後這個釣魚台模式 他用的釣魚台模式 也就是說他定期去巡航 對 中國的海間船 定期 定期跑到釣魚台那邊去巡逻 宣示主權 那如果說今天管媽講的對的 他就定期來了 中共要在台灣宣示主權的話 把這個模式搞到我們台海的海域的話 那不是問題大啦 那他 而且他這一次的作為方式 已經進到我們的限制海域 禁制海域 就是十二海里 進到我們臨海基線十二海里 那我們怎麼處理 半航 萬一到台灣本島十二海里怎麼辦 半航 半航個屁啊 打啦 還半航 所以你看到沒有 最妙的事情我現在就看懂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 國防部長說他辭職了 你懂不懂 他不敢跟你搞嘛 閉戰 閉戰 閉戰他進到十二海里怎麼閉嘛 你告訴我吧 你進到 他就海間船 到你的十二海里的內海 到你十二海里的領海基線以內 然後勸阻他 希望他離開 結果你的希望 他等了他搞了65分鐘 你的希望是個屁 然後國防部長落跑 就是今天台灣這個德性 走 這個衝突真的往上走嗎 對 所以之前這個 美國資金不是報導過嗎 他們會慢慢的用這樣的方式 來調整我們的 這個領權主海的 主權領海的這個問題嗎 那現在也證實是如此 中國可能接了這個方式呢 事實上因為這一次 可能我們是理虧 他就用這樣的方式 那再加上說我們現在 處在這個政權交替的 這個過程裡面來說話 賴清德也說啊 不希望這個事情再發生 那不希望再發生那怎麼辦呢 就只好辦 辦行 辦行就沒事 那我們這幾天的時候 其實還有很多中國漁民 來到我們的領海裡面嘛 真的假的 當然有 這每天都發生啊 可是問題是你現在怎麼處理 現在的方式可能就是任由 他們現在這樣做嘛 所以才說沒有一整套的這個方式 那為什麼美方就 美方要要求我們目前降溫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美國他認為說你台海不要鬧事 為什麼 因為現在對美國來講 還有更頭痛的就是烏克蘭 這幾天烏克蘭的戰役裡面來說 對哲倫斯基是越來越不利啊 那整個目前為止 尤其現在川普的民調一直往上升 他這幾天不是說 他不能夠理解為什麼川普要停普丁 然後他們都沒有 他都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要停我們烏克蘭的這個樣子 所以他身上美國 現在比較頭痛的是在烏克蘭這個地方 那在台灣這個地方來說 大家就降降溫吧 我們美國現在是用 這個在旁邊 五艘航空母艦在旁邊看 他量你中國也不敢怎麼樣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 希望台海降降溫 至少等到520 才賴新德上台之後呢 他如果有退讓怎樣 那在接下來後續的這個發展 那目前這個狀況來說 當然不希望情勢往上拉高的這個狀況 如果我們來看看 你現在是不可能容許的話 我們在去看看 歡迎我們跟我來看看 還有我的一會兒 感谢观看